197 《大公報》 共稱團媒州市委書記訪家英商會 2015年7月15日 社團新信A21 《大公報信》 記者愛子旗報道 共稱團媒州市委書記陳遠揚今日到訪香港 家英商會 該會副會長曾治鄉 稱委主任張宏基 稱委曾治權 邱家文 毛神東 梁君 曾范安 李嘉華等於會所熱情形 賓主雙方唱談鄉情 並就進一步加強梅港兩地青年交流等問題舉行了座談會 陳遠揚感謝商會助學而舉陳遠揚在座談會上 首先向該會首長匯報了今年梅州團市委青年工作的進展情況 他指出 在廣大梅州鄉然的關心支持下 各項青年工作均順利進行 特別是在粵港青年交流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 陳遠揚進一步表示 梅州市自2003年啟動了 梅州市輔助特困大學生的助學活動 並讚揚香港家英商會的積極響應和參與 一眾鄉然多年來累計捐出超過375萬元人民幣 共幫助如700位家鄉特困學子完成學業 他代表團市委感謝該會多年來扶貧作學的異舉 據悉 香港家英商會於去年籌集40萬元善款 共幫助80名特困生源大學夢 除非到了 adel揚 彼文 彼文 揚 彼文 寫 彼文 彼文